各位同學好 老師來複習一下 assign 的觀念 那 assign 的語法就是 一個變數的名字 然後等號 加上一個數值 那它會做什麼事呢 它就會把 13 存進去 X 所代表的記憶體空間裡面 那你可以說是存也可以說是改寫 是因為呢 反正我只要每次寫 assign 就是會把這個值存進去 那它不管你舊的值是什麼 它就把它覆蓋過去 所以存進去跟改寫 其實意思是一樣 好 那麼 實際上 Python 呢 在做 assign 的時候 它會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 它會先評估等號右邊 計算出來的結果 然後呢 它再把這個結果 存到 X 所代表的記憶體空間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說 它就第一步我先評估 10 加 3 那知道這是 13 然後第二步呢 我再把 13 存到 X 所代表的記憶體空間裡 的這個位置 好 那 另外一種形式呢 就是 如果說我的等號右邊 我出現變數的名字 那它又是 去做什麼事呢 那基本上 如果說我們現在有一個變數叫 Y 然後它裡面是 14 那我如果寫把 Y assign 給 X 就是 我們如果寫成這樣 那基本上它一樣 第一步 我先去評估等號的 右邊是什麼 那 Y 評估出來的結果是 14 然後我就把 14 寫到 X 的所代表記憶體空間 好 所以看到這個例子 你就可以發現 當我的等號 我的 assign 左邊跟右邊 都是變數的時候 它其實意義上有點不同 以等號右邊來講 等號右邊的人呢 雖然說你是一個變數 Y 可是它比較重要的意義是在於 Y 的值是多少 然後呢 等號的左邊 它是一個變數 但是它比較 重要的意義是指 X 它所代表記憶體空間是什麼 於是呢 等號右邊它想看的就是它的值 然後等號左邊 它想看的就是它的記憶體位置是什麼 好 所以說 我們就可以知道一個變數啊 當我們在評估一個變數的時候 它的結果就是這個變數裡面的內容 這個變數的記憶體空間裡面的內容 好 所以 我們就知道兩個重點 一個是等號的左右 它其實是意義上是有點不一樣的 就是即使你寫 X assign 給 X 但是它意義上不太一樣 等號右邊的 X 重要的是 X 它的值是多少 然後呢 等號右邊的 X 它重要的是 X 所代表的記憶體位置 就是各位同學一定要很 清楚知道這個東西的差別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來講 那我們一般在我們 IDLE 裡面 如果說你直接打一個變數的名字 它會顯示這個值給你 那你就知道說 其實啊 我們多數 單純在寫 X 單純在寫一個變數的名字的時候 我們都是在做評估 對 那 你就知道說 會有這個等號的左右之分 意義上的差別啊 那也就只有等號出現的時候 意思是只有你在做 Assign 的時候 你在觀念上你要很清楚區分 它是在指記憶體位置還是在指值 就是它會有一些等號左右的差異 但是多數的情況之下 你直接寫一個變數的名字 那基本上你就是在做評估 那它就會得到它的值是16 好 那 這個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評估 就譬如說 X本來是10 然後 Y本來是16 但是我把 Y的值 Assign 給X 那X現在就變16 好 那 這個是 呃 變數 它評估的時候就是去抓Y的值 但是你如果 就是這邊是寫一個函式 譬如說ABS是指絕對值 那我絕對值-4.5 那它得到結果就是正的4.5 好 那譬如說當我這樣寫的時候呢 它又是什麼意思 它一樣啊 就是等號的 呃 等號的右邊 它會先做評估 那只是說 我們現在就要來問 那一個韓式的評估是指什麼 呃 基本上韓式就是數學的方程式 你可以 所以 很簡單的這樣理解 那 所有韓式呢 在括號裡面都是它的輸入 那 韓式的重點就是說 你給它一個輸入 它會給你對應的輸出 那以 ABS 絕對值來說 就是你 只要是給它正數或是負數 呃 它都會給你 呃 它的 它跟零的距離 的這個值 好 那所以說你給它-4.5 它就一定會給你正4.5 好所以一個 這個韓式呢 它評估的結果就是韓式的輸出 好 那你知道這個重點 那你就知道 那當你平常在這樣寫的時候 其實它觀念也是跟變數很像啊 它就是在做評估 然後它就給你一個評估的結果 就是這個-4.5 好所以就是各位同學一定要知道 assign 然後 出現的時候 它就會有等號的左邊跟右邊的差異 但是你平常多數你直接寫一個變數的名字 或是 或是直接寫一個韓式的名字的時候 它就是在做評估 好 那老師的講解到這邊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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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